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多 26岁 还开一辆 后雪佛兰 分手没有什么可惜的 就让他去吧 设计费大概一瓶 200块钱左右吧 感觉我被坑了吗 75瓶不是我直接的饭球之内 像我这么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已经离开你了 那一次我才真的感觉到说 我爸最牵挂的是我 时光 时光 难写吧 不要再有你变老 今时有言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来到 由今时有言独家国民播出的江苏综艺频道 大行大际相亲交友节目 今时有言原来不晚 我是陈怡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当然首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现场缘分观察团的两位成员 一位是心理咨询师夏冬豪先生 欢迎 大家好 是夏冬豪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情感导师潘信之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潘信之 欢迎两位 同样来介绍一下 我们现场的一对新人母女 7号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朱琳 今年26岁 来自于上海 现在是一名老师 你是教什么的老师 我是在大学里面是助理实验师 是机械类的 哇 这还真的看不出来 工科女 对的 对呀 工科女生 旁边这位是你妈妈吧 对 这是我妈妈 哎呀 阿姨 您好 你好 你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朱琳她妈妈 其实我说心里话 我是原来不晚的综续粉丝 真的 真的 每期都看的 在哪看的 就在那 您这个口音不像是我们这个的 我在网上看到 在网上看到 那你之前有现场看到哪个 哪个妈妈没 袁芳 袁芳 一整你就说袁芳 你怎么看 袁芳 你怎么看 但是我说一下吧 我女儿我也不愿牵你 昨天坐了十个小时高铁过来的 哈哈 为了我女儿找对象吗 你看头发都急白了吗 头发都急白了 你女儿是 你女儿是多难嫁不出去 倒不是 关键她不着急啊 关键她自己不着急 甚至我干着急 哈哈哈哈 非常诚挚的欢迎七号 朱琳还有阿姨 好 谢谢 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大家 那现在呢 我们就闲话少叙 有请各位长辈回到缘分等待室 四八七二八一 或者扫到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 同时呢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微博或者是QQ群 原来不玩交友俱乐部 告诉大家我们QQ群真的很火爆 第一个QQ群已经人数全满了 现在我们是要加入就就加入QQ2群哦 所以赶紧来加入我们吧 接下来我们就讲说 有请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掌声欢迎 哇 这个眼镜好复补啊 是刻意这样子做的造型吗 没有 平时就是讲的 就是这样子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梁淑豪 今年25岁 然后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 然后我现在是 吉艳老料事业部的一名实业代表 我觉得他长得一般 你这长得一般 对 一般在哪呢 眼睛太小 我还长得 我不能讲他太多 他万一知道了 我讲他坏话吧 他是一定会知道的 吉艳老料事业部 那我们的有一个赞助商 就是吉艳一贯 就是一个有料的燕窝 就是你来自这里吗 对对对 我是这个公司的 哇 这个我们首先要说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你知道我们牵手的男女嘉宾 是可以获得一份老料燕窝的 冰糖燕窝的 你要真牵手了 我可以送一箱好不好 送你未来老婆 你确定一箱吗 就是送一辈子的燕窝好不好 听到没有 人家送的是燕窝 直接送燕窝是吧 对 吉艳又不差燕窝 是吧 我现在说你怎么会想起来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 也是我有这个个人的需求 需求 真的吗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这个眼镜 真的有一种复顾的感觉 是吗 就是我 就是比较喜欢戴着黑框的眼镜 对 然后说起话来 有料的感觉 对 文质彬彬的 就是给女生的印象很好 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一号男嘉宾 作为一名产品经理呢 作为一名产品经理呢 主要工作就是向他人推销产品 所以我想如果把人比作一件件产品 我这份产品大概是这样的 产品名 梁叔豪 产地 北京 生产日期 92年4月22日 保质期嘛 当然是越长越好了 我希望是一万年 产品背景 20岁之前 我一直在北京 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 20岁之后 被送往了7900公里外的荷兰留学 进行身家工 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 生活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无依无靠 所以也培养了独立自主的精神 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性格方面呢 也由以前的内向 变得开朗 乐观 也更愿意出门旅行 交友 看时间 产品现状 今年7月份毕业回国 9月开始在南京 做一名业务经理 主要工作呢 就是负责我公司 产品的推广 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才能激发 人体内的热情和能量 使人变得更加强大 针对人群 适合年龄20到28岁的女生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要温柔 这就是关于梁淑豪 这款产品的基本介绍 希望他能找到 跟他相匹配的女生 关于梁淑豪 这款产品的介绍呢 介绍的还算是比较详细 我们了解到的是 才艺非常多 这一点在产品介绍里面 没有提起 但其实是有的 没什么才艺 就是比较爱唱歌 应该是唱 英文歌 告诉你 我们不仅现场有会唱英文歌的 还有一个人会跳英国舞的 那更厉害 对啊 所以我们这样一起配合你们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马思远 好 来 有请马思远 好 来 别唱黑剧 好 来 好 来 可以看得到 这首歌 我看得到 Show me what the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 謝謝 謝謝 8號 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自己平常是比較喜歡聽英文歌的 聽搖滾 包括這種抒情歌 我覺得他唱得很好聽 而且我注意他的那個VCR 他是有顆虎牙 對吧 而笑起來特別可愛 表達出了明顯的這種好感 夏老師 你這什麼表情 沒有 我是想說 對啊 又海歸 又這麼優秀 我覺得發現他是那種 那個頭跟眼睛看起來好像那種呆萌呆呆呆的 對吧 但事實上我覺得他恰恰他是非常非常有個性的人 那我想請教一下 剛荷蘭話 教幾句荷蘭話 比方說 怎麼撩沒這樣 約嗎 荷蘭話怎麼講 能不能高級一點 直接就上來 有空嗎 這樣吧 我教你一個最簡單的 對於女生來說就是 表達我很喜歡你或者我對你很有好感 嗯 叫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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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粵語 朋友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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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腰可以嗎 這個意思是說什麼 就是讚美她漂亮嗎 就是 我喜歡你 就是我喜歡你 或者我對你反正有好感吧 3號 那麼我現在想問一下就是 她到底喜歡哪種類型的女孩子呢 個人來說我比較喜歡就是稍微溫柔一點 覺得自己女兒是溫柔這一款的阿姨舉手 不過女兒還是比較溫柔 她外表就是說人家好多人都比她外表就那個了 猛騙了那一種 你女兒外表太猛了 我有時候也有這個脾氣可能 真的 對不太好的什麼 看起來真不像 你脾氣要是不好起來 特別差的時候會怎麼樣 說一些很難聽的話嗎 真的嗎多難聽 你說一句我們能播出的話 好 大概有多難聽 那我覺得都不能播吧 都不能播 哇 尺度大概就有了解了 我覺得男嘉賓想要找的是面相看起來溫柔的 你覺得我們現場的女嘉賓哪一些是看起來面相比較溫柔的 我覺得除了4號都看上去西方 好溫柔的 好 我這 3號 3號 我覺得3號看上去比較溫柔 3號 3號看上去比較溫柔 我這個人的話一般吵架的話我比較喜歡戳痛處 就是我知道你喜歡把東西收拾整齊了對吧 但是如果我跟你吵架我一定要把你收拾整齊的東西全部弄亂 你們兩個要是爭在一起的話 以後可以找我我免費幫你們做婚姻諮 我覺得你女兒說話挺溫柔的 她聽起來溫柔 聽起來溫柔 其實柔中帶刀 是的 不過我還是要奉勸女嘉賓 她剛說一句話 因為不光是你而已 很多人在吵架的時候就喜歡找那個痛處去戳 是 但是我想說的是 今天你戳痛處就像你把一個釘子釘在牆壁上 你釘了好幾個 就算你把釘子拔出來 最後你會剩下什麼 就一個個洞 就是我們所謂的創傷 所以這種東西還是盡量少做 寧願罵罵那個髒話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東西罵完就沒了 你做一些客戶的事情那反而不好 對 不要說一些不可挽回的狠話 要不要媽媽出來跟她見個面 大家請考慮 請選擇 請選擇 掌聲有請各位長輩歡迎 歡迎各位阿姨 歡迎各位啊 來 我聽說剛剛在這個我們的緣分觀察室 各位阿姨討論的那是相當的激烈是吧 特別喜歡 是嗎 七號阿姨 我跟我女兒說了 我說假如你要不亮呢我就抱等 我剛才給她正私聊呢 一起來就說這話了是吧 爸阿姨 我在那後面聽到了 你剛才說的就是說 你喜歡溫熱的女孩子 但是我就希望你 你不要比外表猛住了 就是說因為我女兒是很鋼強的那一種 她其實是鋼中帶柔的那一種 她是挺溫熱的小女孩子 我也希望你選我的女兒 謝謝 爸阿姨 你也要說呀 好的 小伙子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你是不是 將來有在南京安家立業這種打算 工作之前我從來沒來過南京 但是自從來了以後我覺得 南京那個城市我越來越喜歡了 所以說以後很有可能就在南京 第二段片子了解一下 我的父親長期在北京 而母親長期生活在上海 但是他們為什麼安排我來南京呢 主要原因是他們想讓我遠離他們的照顧 變得更加獨立吧 因為今年才來到南京 所以還沒有買車跟買房 但是未來到哪裡發展呢 北京 上海還有南京 我都可以 梁淑豪是一個非常優渥風趣的人 乾淨禮貌 很陽光 很有身世風度 跟同事之間相似的也很好 很帥的小伙子 看起來霹靂脾氣的 感覺不是很靠譜 頑固子弟的感覺 後來接觸久了嘛 慢慢就發現 他其實內心是一個成熟穩重 辦事還是比較靠譜的一個大男孩 而且還是一個年輕的海龜 陰陰水平港港的 如果有出國旅遊的打算的話 他將是一個非常好的 很體貼的導遊 如果我要年輕十歲的話 我肯定是要嫁給他 各位女嘉賓 以及女嘉賓的媽媽們 我在這裡呢 是隆重地推薦 梁淑豪這個小伙子 因為他的進食心 對事業的責任感 我想未來對家庭 都會跟他事業一樣 做到盡善盡美 所以請女嘉賓們 以及女嘉賓的媽媽們 你們放心啊 誰能跟我們蘇豪同事 能夠結緣 我想大家都會有一個 美好的結局 要在這裡解釋一下 剛剛在看片子的時候 我就問這個蘇豪 我說這片子出現的 這都誰啊 他說了一下 這都是我們吉宴公司 南京這個事業部的 各位圖人 是吧 最後一位坐在那兒 端坐在這個桌前 然後說的很多的 是你的直接領導聽說 對 是我的領導 是吧 趙總是吧 對 趙總 對你的評價 基本上都特別的好 齊豪阿姨 我就想問一下 你父母是做什麼的 我父親是在北京工作 機關裡面 然後我媽媽是在上海 然後是外企 他們為什麼會想起來 把你送到南京 就是像我剛才短片裡說的 他們可能覺得 我如果在北京或者上海 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助 他們就是想讓我更加的 去自己闖一下 阿姨聽出這意思嗎 這從另外一個層面 也說明他的爸爸媽媽在北京 應該做的都 北京或上海做的都很好 是吧 阿姨 特別滿意吧 好 3號 男嘉賓對接下去的這個 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 我想問一下這塊 當然我是想在我們這個 老廖事業部好好的 對吧 跟我們領導首先好好的學習 然後熟悉南京的市場 然後把我們這個體驗 把老廖越做越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 最終的選擇了 在之前 你還可以為自己做一下緣分爭取 我吧 可能還不是就是特別成熟 然後也沒有在南京 真正的就是扎下根來 但是我覺得未來的生活 我相信我會越來越好的 所以說請各位阿姨們放心 然後謝謝 咱們會放心的 是吧 看看有多少位 放心把女兒交給你 牽手相伴 原來不晚 請考慮 請選擇喔 所以最終留燈的是8號 雖然我很驚訝 有一些人為什麼沒有留燈 但是你依然進入了男生權利 來掌聲有請8號女嘉賓 歡迎 我們的8號小公同學 真的身材爆好 然後因為他一直是有在練健美對吧 我是職業系一名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 所以留燈的原因 現在要不要再說一說 第一個我其實是蠻喜歡愛笑的 第二個我是喜歡男生有進取性的 因為我自己對待工作 我有自己的職業規劃 我的目標 但其實我內心裡還是比較小女生 因為我94年 我還是小女生 我其實內心裡還是希望有 男生可以哄我吧 平時 我們問一下小公同學 因為上一期節目你有展現嗎 對吧 對 現在願不願意單獨為了這個 你心儀的男生 可以 再次展現一下自己最漂亮的身形 好 我 我 臉紅了 我那一瞬間臉就紅我了 不好嗎 你覺得怎麼樣 有點震驚了 被 被哪部分震驚了 就是 上 上半部 我 他真是 真是很實在耶 報好阿姨 男嘉賓你好 我真的是 就是 你選擇我女兒真的是沒有錯的 沒有錯的 雖然現在是健身教練啊 他可以 你跟他這一期的時候 他至少 他能讓你的身體也更強壯的 對呀 對呀 那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反問他 有沒有 我個人 比較愛看 足球 然後 你愛不愛看 我其實是 比較關注體育項目的 嗯 我平常會看NBA賽事 包括如果你喜歡 我一定會陪你看 哪怕是 通宵打蛋 因為我是 個人是 皇家瑪德里的球迷 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去 雖然我去過幾次瑪德里 但是都沒有機會去 博納屋真正看一場比賽 所以我一直特別想去 所以 如果有機會的話 咱們可以一起去 哎呀 我希望有機會 這算是某種暗示嗎 來 最終你要做出決定了 到底要不要牽手 和他一起進入我們的緣分之門 還是你謝謝離開 請選擇 設計費大概一瓶 兩百塊錢左右吧 敢求我被坑了嗎 75瓶不是我直接的飯球之內 要好好謝謝各位的媽媽 好嗎 抱抱對方 如果你想了解我們男女嘉賓的資料 或者是參與報名的話呢 可以登入我們的QQ群 或者是原來不晚的官方微博 原來不晚交友俱樂部 來參與報名或者是了解我們各位男女嘉賓的資料 你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 她時而安靜 溫瑞如玉 你有善解任意的心 不知天高低後的我 時而活潑如同調皮的精靈 你的微笑總是任我為你善命 你有一雙深情的眼睛 她成熟大方 褪去了青春期的躁動 你有融化碑似的魔力 從來不敢奢求的我 她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正迎接你的到來 就是讓我為你善意 什麼原因 你的發想 總會一直不去 我的世界 什麼時候 該是到也難的 我在江蘇綜藝頻道 原來不晚 你來了嗎 你要不要牽手和她一起進入我們的緣分之門 還是你 謝謝李開 親身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人家牽手是握手 我是第一次看到人家牽手是握手 感覺好像是老叫多了一刻步的感覺 東亦涵 他上來握了一下你的手 我懷疑他本來想牽手 但是被某些這個引力 她的打我 我怕她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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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這個阿姨 怎樣 您的這個臉飛紅 我很開心 真的是 真的很開心 你跟我女人相處下去了 你不會後悔的 她真的是個好女孩 真的 真的是 跟您相處會不會後悔 不會後悔 也不會 因為您也是個好女人 是的 你一看我一說話 臉都紅的 我性格也是非常好的 我女人性格也非常好 到底會不會後悔 而且他們處了才知道 但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還是很甜蜜的 兩位老師有沒有什麼 祝福或建議給他們 他們兩個是一個 都是兩個內外反差 內外相反的一個組合 真的 然後對他們倆是最好的組合 為什麼呢 一個是男的看起來 外表文質彬彬的 其實內心是很有個性 很剛強的一面 而女生外面很剛強 其實內心有溫柔的一面 所以呢 我覺得你們是天作之和 祝福你們 謝謝 謝謝 夏老師你說得太對了 太棒了 非常恭喜你們兩位 可以進入我們的金石緣 緣分之門 哎呀牽手了呢 梁淑豪用陽光般溫暖的笑容 打動了女孩們的心 她其實是肛中帶柔的那一種 她是挺溫柔的小女孩子 如果你喜歡我一定會陪你看 哪怕是通宵打蛋 最終她選擇了外表堅強 內心卻渴望被疼愛的公益函 讓我們祝福她們 能一起走向幸福 我今天很高興 跟這個8號女生牽手成功 因為我在台上 雖然我覺得她可能外表上 相對比較 感覺比較強硬一些 但是我聽她的說話 還有跟她的介紹 我覺得她內心是一個 還有點小女生溫柔的一面 所以說我今天非常高興 能跟她牽手成功 今天很開心能和梁淑豪牽手成功 因為第一印象特別好 她是一個特別愛笑的男孩子 那我也特別喜歡愛笑的男生 以及對於工作有進取心 我也很喜歡愛笑的男孩子 我女兒同樣也喜歡愛笑的男孩子 當我看見她跟我女兒牽手的那一瞬間 我真的很激動的 當她們走到那個幸福門之前的時候 一轉站在那裡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驚童玉女 就是滿般配的 加上她們今天穿的衣服 好像都是老天注定的一樣 都是情侶裝一樣的 我很開心 我對男孩子挺滿意的 我希望她們今後 能夠走到婚姻的殿堂 8號是我們幸福味的女嘉賓 來自我介紹一下 8號 大家好 我叫王雪 今年20歲 是一名高鐵乘舞員 但我喜歡男生是 比我大兩到三歲 或者四五歲都是可以 我不喜歡姐弟戀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成熟的人 感覺姐弟戀 像照顧一個小孩一樣 不太好 旁邊這位是 是我媽媽 阿姨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王雪的媽媽 今年41歲 好年輕哦 我希望我女兒她能幸福 找到另一半 就是希望一個成熟穩正 比較會照顧她 比較會照顧她 我交給她 我也放心 了解 對 好的 那謝謝我們的8號阿姨 歡迎來到現場 同時請你去完我們的 緣分觀察室 來有請 這裡是由金學園獨家關門播出的 原來不晚 掌聲歡迎二號男嘉賓 歡迎 歡迎 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我叫元毅 今年27周歲 是個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 好 定義 印象 還行 還行 工作啊 長相都比較滿意是吧 對 設計師 有特別感覺的請舉手 4號 就是我想問一下男嘉賓 就是如果說一個房子 它只有80坪或者70坪 那你能不能把它改造成 就是看上去有200坪的那種感覺 改不到 不行是嗎 因為它是有極限的 比如說你要是140坪房子 可以給你改到200坪左右 讓人感覺視覺觀 咱們所做的其實就是視覺差 視覺觀的擴大 也都是在差不多大個60坪米左右 對 極限了 我們緩解一下它緊張的情緒 可以通過第一段短片 來了解一下原意 設計創造合理舒適的生活環境 藝術融入生活 我活在當下 我叫原意 是一名室內設計師 畢業後 在北京 打拼四年 為自己激奠一定工作經驗 我回到哈爾濱老家獨自創業 好景不長 由於缺少管理經驗 創業失敗了 但我依然堅持我的設計理想 失敗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經歷吧 現在我在南京 依然從事著室內設計師的工作 依然堅持著自己的理想 會把自己的設計路一直走下去 感情經歷只有一段 深處異地的我們 只能用網絡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 經常因為不及時的關係 發生爭吵 五年多的感情最終分道揚鑣 我認為兩個人在戀愛中 最關鍵的是一定要 非常重要的 而且更重要的 不免得 無法免得 好多的 我說發生了 我看來 天啊 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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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自己未来的 就是比如说属于你们的空间 有过很多的想象跟规划吧 我喜欢舒适一点的 我可以增加很多各种元素 就是做我的家 可能会别人认为 可能说不伦不类 但是只要我喜欢就好 你最擅长设计 哪种风格的家居呢 欧美 欧美的 对 那你有没有带来一些 就是作品啊 或者照片啊 能让我看一看 有的 我们来看一看 四个应该是 不一样的 像这三组的话 是 他们这两个为重偶式 也是咱们当说的古典偶式 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一个减偶 主要以白色为主 这个就是一个小的一个loft loft的设计 这就跟我们上一组差不多 对 这组是我最喜欢的 这组很喜欢 这种我也喜欢 也是帮客户 做的 对 你的这么多的这个设计 现在设计费大概一瓶 你们算上一瓶算吗 还是 对 安平方 安平方 大概 两百块钱左右吧 所以五号方熙 刚刚他在说一瓶两百的时候 你就在算 我在算 我加75瓶 乘以两百 感觉我被坑了吗 你75瓶不是我接的范畴之内 我看你不接小于一百瓶的还是不接 对 不接太 一般小于一百四的不接 如果我让你接你接不接呢 如果是朋友的话我肯定会接的 我还捕捉到了一个点 哪一个点 你说感情超过两年不结婚就可以 所以 沙尤拉是这个意思吗 身边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哥们 和他和他女朋友谈了八九年吧 最后还是分掉了 那只能说他自己没有经营好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概率并不是 这个概率很大 但是结了婚之后 照样会变成亲情 看磨合 如果就是两年没有磨合好 那你可以说证明你们还需要继续磨合 阿姨怎么看她的这个想法 对的 你结婚婚以后两个人磨合 你没结婚时间长了 两个人磨合磨合他就 会发现问题 你之前都是多长时间分的 五年 五年 对 你看 所以不过话它就证明 你刚刚的那个担心了 你看这可以坚持五年的 来问一下三号 你的观点是 其实我是比较赞同男嘉宾的 这个看法的 两年 之前我们老师有说过 就是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们只有十八个月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是爱情 过了这一年半剩下的可能就 你哪个老师说是十八个月是爱情 教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的老师 真的吗 一个教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的说 两个人 这个老师的心理的逻辑是什么 是有十八个月这样的说法的 是吧 对对对 但是是一个教绩效薪酬管理的老师提出这样的 你说这什么 他们都不专业 专业要听这里 那夏老师你说 五年 两年 一年 甚至半年都对 在心理学上来讲说 什么时候试婚年龄 不是看年龄 是看你的成熟度 如果你成熟大到人格的完整 成熟都包括很成熟的时候 哪怕你一个月内结婚都不算散婚 看感觉 对对对对 两个感觉对了就可以结婚了 对 我见了三次面就结婚了 还有个更快的 我觉得结婚不结婚 虽然现在对很多已经很稀奇 但我觉得这不是罪最稀奇的是你结婚之后 你能几年不离 夏老师如果情感专家离婚的话 是不是就要退出情感界了 不好意思我已经离过一次了对 反而情感界做得更好 因为你们的经验我都有过 对这倒是 医生也是可以生病的 是吧有的时候就是九病成一 是吧有的时候确实需要 我觉得气氛非常的融洽 各位女生要不要请长辈出来跟她有缘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有请各位长辈欢迎 有请各位阿姨欢迎 欢迎各位阿姨啊我首先来问一下七号 相当满意 相当满意 因为她和我应该是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 我们老家是七哈尔的 我是哈尔滨 因为我看到特别舒服 哎呦哎呦哎呦所以哎呦不得了了还有人爆灯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位阿姨哎呀是我们的八号阿姨也是第一次来就选择爆灯第一次来就遇到有演员的男嘉宾是很不容易的来我们问一下八号阿姨 我感觉这个男孩不错 比较成熟稳正 是 很有男子汉的气概 各位阿姨看来 好像又是一副 真强的这个情势 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 第二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他的情感世界 我的父母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去了外地工作 这十几年来 我和他们见面次数 屈指可数 基本一年一次 起初我并不理解 他们的做法 尤其是父亲 几乎没怎么沟通过 长大后才知道 父亲的爱 不是在言语中 而是在行动中 我和母亲 基本是两天打一次电话 他从不追婚 也支持我能找到爱情 而不是将就 非常羡慕父母 几十年相无一默的感情 希望未来的婚姻 也能像他们一样 原因是我们新来的同事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长得很帅 并且通过长时间接触 我觉得她是一个可靠 而且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人 但是她的缺点呢就是 比如说你跟她 开一句玩笑的时候 她就会特别严肃地跟你说 这句玩笑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的 希望她能在原来不完 找到一个可以改变 她这种严肃态度的 这样的一个女生 未来两年的打算是 再把家安到南京 之后的话会考虑结婚 你觉得父母之间的爱 你现在是怎么感应 或者说是怎么理解的呢 对 我对他们最深的就是 我爸爸他不是特别 爱交流的一个人 他是从事建筑行业 比较忙 是 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 就是很少能看到他 慢慢长大了 我也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能体会他整个的这个 心态和感受 我能理解那个男嘉宾 因为我爸爸从小 也是跟我都不闻不问 你是爸爸出去 嗯 我爸妈妈 他给你送了一个男嘉宾 是不乖的 她的男嘉宾 我会放下一个男嘉宾 你自己帮助 你帮助 我妈妈妈 是不乖的 我爸妈妈妈 是不乖的 你很少年 下午看了晚上就走了 然后那次我才真的感觉到说 我爸最牵挂的是我 这份感谢我想表达的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真的是 在有机会的时候 多向父母表达你的感谢跟爱 我相信他能收到 我觉得其他的女儿也可以趁这个线外 我们一起来跟你的妈妈说声 感谢或道歉 然后给她个拥抱好吗 我觉得这个提议特别好 我们就请清瑜 把现在在缘分观察室的妈妈都请上来 然后我们今天就在现场 对妈妈表达一下我们心中最满满的爱 来有请其他的妈妈上场 好 来有请 之后在第二现场是陪着各位女生的妈妈 嗯 然后我真的能够理解做长辈的不义 他们每次都是 给我体会啥 就是这种感觉 也看得到 对妈妈那是兄弟 给我那天 要ita 对妈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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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人就是你們的爸爸 爸爸是家裡的長者 會更要求長者或強者去 關愛弱者 但是你忽略這些強者 就尤其是男兒 有位不清談的時候 他們更需要你去關懷他們 告訴他說爸爸你辛苦了 爸爸你賺的錢 謝謝你 爸爸才會覺得說 他這樣付出是值得的 你們的愛才會繼續的 在你們之間流動起來 好嗎 我覺得啊 其實家裡的強弱比重的關係 其實是特別難拿捏的 但是我想我們只要有有效的溝通 和極大的愛意 我覺得這是家庭成員當中 極具具備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如果我們有了 能夠用最有效的方法 消解彼此中間的誤會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再次為我們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好 然後呢 也電視機前所有現在沒有在場的爸爸們 回家以後也擁抱一下他們 好 這個剛剛真的是一次愛的大和解 但是重點還是要回到你這裡 因為所有的話題都是由你引起的 你跟爸爸之間的關係 當然今天的主場還是你 因為媽媽爸爸雖然不催你 但其實你還是挺想找到那個家的 對吧 對 因為一個人還是會孤單 是 所以用愛的方式 給自己再做最後的緣分爭取 我希望我未來的家庭會變 會很幸福 是 像父母一樣相處以沫 之後的話 我希望我能找到一個 適合我 也我也適合他的人 就是能互相理解 互相了解對方 互相支持對方 我不是一個大男主主義的人 我會支持另一半的選擇 我也會給他幫助 嗯 我希望未來的生活 是大家相互扶持 攜手的白頭到老 嗯 謝謝 各位做最後的選擇 切手相伴 原來不晚 請考慮 雞琴 請選擇 来有请7号还有1号 来有请 有请两位女生 我们进入男生权利 去要不为她保驾护航 我先问问 因为我是第一次 出来干这个事 是 平时我都一个人和阿姨们 一起在二播遗憾 说哎呦怎么不亮呢 对 尤其是如果一盏灯都没有 那个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的音乐一起 我觉得特别心酸 所以今天有两个 我就想问问你们 刘灯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还是比较适合他 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类型 就是比较居家的那种 不知道他会不会 喜欢我这种类型 男嘉宾很有上进心 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 很有规划 很有上进心的人 还有就是本身其实自己 虽然说是东北的 但是长得比较小巧的 也不知道男嘉宾喜不喜欢 这种类型 接下来你还可以反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做了两次投资 如果我投资再失败的话 你们还会坚持地走下去吗 哎呦 就他再要想创业 你们会支持他吗 对 对 就是但是风险 就是可能会失败 再失败 创业说明他有上进心 然后就是即使失败了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能从这次失败中的一个创业中总结一定的经验 经验 而且以后如果你有了女朋友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在身边支持你 哎呦 甜了 这不就是就是应该听到的那种最完美的答案 员芳你怎么看 就是正常人都会说我比较忘夫的的 哎呦 你这个更狠 对 就直接在源头就说了我忘夫 你不可能失败 一个是说你怎么败我都陪着你 对 另外一个说你跟我就不会败 如果愿意牵手其中一位 就上前去牵他们的手 如果不行 就牵我的手 总之要牵一个手离开 二十六岁 还开一辆 破雪不来 开手没有什么可惜的 就让他去吧 像我这么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男女嘉宾的资料 或者是参与报名的话 可以登陆我们的QQ群 或者是原来不晚的官方微博 原来不晚交友俱乐部 来参与报名或者是了解 我们各位男女嘉宾的资料 比如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更是资料 是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决定了 午黄 下午 下午 恭喜 恭喜 但我们还唱恭喜 来 先谢谢七号朱霖 朱霖特别棒 对 对 你选择袁芳的原因 是 袁芳可能也特别想知道吧 袁芳你先说一下你的心情 刚刚那一刻她走过来的时候 你觉得她会牵谁 不知道 就是手心一直冒汗 一直冒汗 但你是肯定很希望牵你的 对吧 但你觉得她牵你的把握 当时心里的觉得把握有多少 两个人嘛 百分之五十 就是只有百分之五十 就问一下 袁芸 我在骨子里的话 我是个比较闹的人 我不喜欢找一个跟我一样 也满有的时候会 生活的时候会很活泼的那种 因为其实咱们东北人 其实都很活泼 所以你最终的选择和旺负两个字没关系 对啊 来 一号阿姨 开心 男嘉宾 开心 其实我女儿也很善良 也很善良良日 男嘉宾选我女儿不会错的 连芳 恭喜啊 你现在来了好几期了 好多期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应该再主动点 对啊 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 我在二部都看该干嘛干嘛了啊 主动一点男生 在我们舞台上牵手的男女嘉宾 好像真的都比较羞涩 哎呀 我还是比较蛮保守的 蛮保守的 再次用掌声 恭喜圆芳和圆异 好巧 圆芳 圆异 真的 团团圆圆啊 恭喜你兄弟 你们不圆满 都看不过去 来 恭喜两位 所以现在呢 你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 新世元 《原来不晚》的缘分之门 来 有请 表达出了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意 今天很高兴能在这个频道的话 能牵手女嘉宾 女嘉宾的温人婉的性格 非常吸引我 我就觉得她跟我特别合适 然后就特别尴尬 有点特别害羞 我还得陪着阿姨 对吧 阿姨们还得回去是吧 是不是需要我阿姨们 那这样 你现在正好顺便地带着阿姨一块走了 对 我麻烦Tippo老师给我一首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你好像每次来要离场都要这个音乐 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来 你还甲摔了一下是吧 我觉得今天心态有点不一样 怎么样 就是这首歌呢就说明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 和属于你们的世界 是 我们刚才呢见证了幸福的小世界 是的 接下来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再出发 期待着剩下各位女生的世界 阿姨们走 跟着轻于去往戏途的新世界 是吧 来有请各位阿姨回到 缘分观察室 有请各位 我们来认识一下新不畏的一号女生 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楚奇文 今年24岁了 我的职业是一名专业的伴娘 我希望来这里找一个 我喜欢好看的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生一个 好看的宝宝 还有专业的伴娘啊 对 你做这个职业做多久了 大概半年左右吧 阿姨来说两句 我今天来这里 是想给女儿找一个温柔一些的 还找的比较帅一些的男朋友 希望他找到 是吧 希望他能找到 好的 谢谢阿姨 现在请您回到缘分观察室 来 有请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欢迎 这个也挺帅的 今天几位男生 特别高 都不错 是吧 外戏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郭亦南 来自东北 今年25岁 目前在上海开一家服装店 跟朋友伙伙开 在开就做服装相关的事情 是吧 对她的第一印象 1号 我觉得她长得挺好看的 谢谢你嘉宾 跟你之前的那些新郎 和伴郎相比呢 我觉得她比他们好看多了 我觉得现在人家就是结婚 新娘和新郎都是有心机的 找的伴娘和伴郎都特别的丑 对呀 所以你也慢慢解释了 为什么刚刚潘老师问说 你到现在没看上伴郎的原因 是吧 因为我觉得他们 就长得都不太好看 我们再通过第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男嘉宾 马达的轰铭 配合风驰电车的速度 是我对于生活的态度 大家好 我叫郭一南 今年25岁 来自东北 我爱机车 也爱自由 现在在上海跟朋友 合开一家服装店 店面不大 但也武脏俱全 和朋友两人轮流看店 迎接形形色色的客人 在这里我学会的谦卑和踏实 要问我生意如何 我想说即使没什么生意 我也愿意自己去打拼 而不是做一个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出门靠朋友这个观点 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 在上海 我很多机遇都是朋友给的 就连我住的地方 也是朋友有情赞助的 不过有一样东西 是朋友没法帮忙的 那就是我的感情经历 我一共谈过四段恋爱 我们回到.... 爱的语言 我们回到过缘 我们回到最后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她说 26岁 还开一辆 雪佛兰 自己买车已经很不错了 你再去掉她上学 看她哪年毕业 她也许才毕业两三年 毕业两年 因为我也26 两年能买个十几万的车 就很不容易了 来 各位女生 对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出来打拼 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 在另一个城市有自己的工作 因为她的工资还要支付一些 比如说很多的开支 跟那些出生就在当地的 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防二代 或者一些真的不一样 如果那个女生只是 以这样的话来诋毁你的话 分手没有什么可惜的 就让她去吧 一个小男孩今年才26岁 靠自己的能力打拼 买了一辆十几万的车 还是可以的 真的 但是我要打断一下 就是我要先搞清楚是 她是真的因为事情 比如说她嫌你不够好 钱太少 而跟你分手 还是说你自己 听不了这些话 觉得她太势力 跟她分手呢 可能我自尊心比较强吧 自从她的母亲 间接地知道了我的存在之后 她母亲给她提的一个要求是 必须要本地人 然后所以之后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就变了 所以也许那只是一个分手的理由 但是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 对她来说其实也失了压力 是吧 是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买这个车 你是在有房子的情况下买车的 还是只是喜欢车所以先买车啊 因为当时是工作需要 所以我买了车 7号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以前 招九万五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要放弃呢 用现在的流行话就是搬砖 就是每天戴着安全帽 然后操作一些东西 每天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的 我觉得自己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你的性格骨子里是比较随性的 对吧 是的 我觉得我比较爱自由 好 做第一轮的选择 要不要有缘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我们发现就一位女生亮灯 但是你也进入了下一轮 来掌声有请1号妈妈欢迎 我们来问一下 1号亮灯的原因是 我觉得她长得挺好看的 没有别的 这个原因其实特别重要 那这样看看她除了长得好看 还有什么样的亲爱故事 和大家分享 第二段短片了解一下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生活很随性 性格也很洒脱 这可能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吧 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独立 虽然从小没有父爱的关怀 但我觉得我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可能会比其他人更成熟更独立 而且我还在部队里当了两年兵 让我的性格更坚毅 爱自由 所以我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 曾经和朋友搭了18个小时的火车 到内蒙去走一走 和朋友自驾游 玩转了很多城市 郭一南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这个人很热心 有车友 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总是第一个冲着钱 闲暇的时候 总是到我们车行来帮忙 他非常爱车 如果说你选择了他 他会像爱护车子一样爱护你 我说真的就是刚刚他在说了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然后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已经离开你了 是大概多大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 是 然后后来一直跟妈妈在一起 是的 是的 一号 我看那个男嘉宾是当过兵是吧 是 其实我对军人挺有好感的 当兵的人是吧 来 一南你说一下 就这个是 最紧张 第一张和第三张 第一张是我刚入三个月的时候的照片 第二张是快退伍的时候吧 最后一张也是当了一年兵的时候 你的兵种是 装甲兵 装甲兵 就是陆军的一种嘛 然后坐在坦克里面那种 所以阿姨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跟她交流一下 问一下 那这边 她爸爸是怎么去世的 哦 这个 不想回答 呃 为什么不想说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吧 嗯 对 有一种是 这是我知道 然后我也 面对 我也接受 然后我去不想回答 另外一种是 我不想面对 嗯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以前是不想面对 现在是 坦然面对 能听出一些端倪哦 因为夏老师是 心理咨询师嘛 对吧 你觉得就是 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 她其实知道 然后也曾经一段时间 不想面对 现在能面对了 但是不愿意跟更多人去分享 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还是尊重她 就是 她可能有她的难言之隐 那我想说的是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可以 我不知道你面对到什么地步 但我想跟你说 永远不要忘记了 走掉的那个人 他一定有留下个东西给你 就是爱 你要看到这一点 很多人忽略看到 不要被旁边这个事情 或评语或干嘛去 擾乱了 而把这些都去掉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有个爱在那里 然后把爱这个传承下来 把它接下来 你就会感受到 谢谢老师 不想问一下阿姨 你想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什么 就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想要跟姑娘 造一个大亲人交情 但您问的是这个原因 我突然在想 如果是别的父母来问的话 她可能就是想要知道更多的 就是可能细节 她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量 因为四五岁父亲就离开你了 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她 其实是个很优秀的人 在那个年代 她 玩架子鼓 然后有自己的乐队 也很受女生追捧 很优秀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 就像老师说的 我传承了她的一些天赋 我很小也比较爱好音乐 当然我也爱好自由 她的基因和她的这个内在的精神 好像都传到了她的 到你的身上 五号 芳希 我以前有时候也不愿意 谈一些事情 因为有些伤疤虽然好了 但她还在 一遍一遍揭开这个伤疤 并不是自己想看到的 也不想把自己的脆弱 展示给所有的人 所以我能理解男嘉宾 刚刚为什么不想讲 因为有些事情讲出来 可能她现在就会很难过 那道疤又被揭开了 一遍又一遍地 审视自己过去的痛苦 所以我想跟所有的 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人来说 为什么要歧视 单亲家庭的孩子 虽然缺失了一份案 但是她会得到更多的爱 单亲家庭并没有 让我失去什么 反而让我成长得更多 所以我想说 对单亲的歧视 真的可以到此为止了 芳希在节目里边 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你这番话 刚刚应该会打动一波 跟你同样经历的女生 男生 包括他们的父母 但是你知道芳希 有些事情 其实你可以表达观点 但是别人接受不接受 你没有办法强求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 在成熟到一个阶段的宽容 我可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但是你也要维护我自己想要维护立场的尊严 这样很棒 阿姨 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她了解的 有想说的吗 阿姨 阿姨问了那个问题之后 因为我妈她从小也就是和单亲其实差不多 所以她估计就是比较排斥这个 但人有时候很奇怪 我明明自己就是这样的经历 我反而不能接受跟我同样经历的人 我觉得父母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 她是说我经历过的痛苦 我不想儿女经历 可是她没有想过说 我经历这样的痛苦 我也可以长大成人成这个样子 所以可见跟我同样经历的人 都可以跟我一样是优秀的 她没有往这里去想 她只是更多是保护自己的孩子 好 那大概就了解了 最后的时间 你还可以为自己做一下缘分争取 我可以唱首歌吗 当然 太好了 你要唱什么 我觉得你一定会唱得很好听 谢谢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好 好 好 文字幕租伟员 让我这么懦弱的人 从不喜欢装深沉 但我偶尔听到老歌诗 忽然也慌了声 像我这么脱弱的人 凡事都要留几分 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 忽然奋不顾身 像我这么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明明奇妙的人 会不会有人心疼 谢谢 最后一句话真的应该是心生了 是吧 像你这样的人 有没有人能心疼 接下来要做最终的选择 一号 小文 考虑一下 天宿相伴 原来不稳 请考虑 请选择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男女嘉宾的资料 或者是参与报名的话呢 可以登陆我们的QQ群 或者是原来不晚的官方微博 原来不晚交友俱乐部 来参与报名 或者是了解我们各位男女嘉宾的资料 请选择 有点遗憾 没关系 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有人来心疼的 谢谢 而且你还带着爸爸在精神上基因里给你传递的那份精神 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祝福跟建议 我觉得你放心好了 他们没有选中你 只代表你们不适合而已 那我觉得你应该很高兴说太好了 原来这边都是不适合彼此不适合的 原来最适合在外面等我 很看好你 谢谢 加油 好好照顾自己好吗 好 来 转身欢送 我觉得他比他们好看多了 外形时尚前卫的东北大男孩郭一南 不安于现状 渴望自由 每天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的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而在内心却有一个不愿被揭开的伤疤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我们也祝福他在往后的生活中更加豁达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今天并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遗憾 就像老师说的那样 今天的都不是适合我的 还有那么多适合我的人在等着我 感谢原来不安节目组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男女嘉宾的资料 或者是参与报名的话呢 可以登陆我们的QQ群 或者是原来不安的官方微博 原来不安交友俱乐部 来参与报名 或者是了解我们各位男女嘉宾的资料 很遗憾 今天最后一个男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没关系 电视机前的各位 如果你想对我们男女嘉宾 有进一步的了解呢 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原份热线 0258 548 7281 或者是散发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 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微博和QQ群 原来不安交友俱乐部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原来不安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把我耍了的感觉 你拿50万拿不出来 现在直接走吧 与她爸妈就是当场跪下 现在的成分一分钱都不值 我只半钱 身高和体重真的不是问题 你应该提高一下你的情商 人家说你成不谈回去 我是天津里最帅 不要抢 各位亲爱的姐妹们 你绝对是5号的菜 5号说反了 男嘉宾的菜是我这样的 你以为你长得像梁朝伟 那么帅就可以生气了吗 你要轻轻抱抱你高高 你太多了 这一看就是有经验 我也要拍一张 更多精彩尽在12月22日晚 金石原原来不晚 太多了 我感觉就已经有一心儿了 百碍 炮 最后马达 我看不见 我是超越东西